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之前和周显大师曾经谈过这一件事 我们做节目要想想一些方法 如何吸引更多听众或观众去看 不可以自嗨 我提出的士加价是一个很... 我现在就违反了我对周显大师的建议 我们要做些东西 如果要帮别人看 那就应该什么 当然是今次10分钟或15分钟都是狂闹的士路 不是 我做这个节目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嗨 我是希望要争取收拾 所以如果要争取收拾 我们现在狂闹的士路 结果我现在就倒自己 今天我们讨论这个题目 是与坊间所有说法都是完全不同的 首先当然要讲坊间的说法 很简单 可能大家都已经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的士加价有没有搞错 的士路的服务那么差 又整天拒载 你搞些搞到最好当然是 Oper 合法 搞定 就是我们说 引入竞争 可以令到的士路没有食物 现在的服务那么差 你还要我们加他弄了 你知不知道 现在的士路 我去中环搭车 被人拒载三次 你知不知道 我要去一个地方 早十几个车位停 搞我穿高跟台行 行得很辛苦 就是这些这样的民粹说法 就是我自己觉得 如果你是一般牛头角顺嫂 那我可以体谅 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个经济学者 或者对经济学有少认识的人 都还讲这些东西 我就真的觉得 我过不了自己的关 你在暗示那些人 当然是 都是明智的 首先第一件事 我直接由一个结论开始讲 的士的服务为什么这么差 没有人说 我不知为什么 在坊间这么多的所谓经济学者 我有说的 你有说的 我不计我们自己有 我们自己有 从而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价格控制 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 为什么那个的士路 载你那时候会催眠呢 因为他催眠 都可以继续收起钱 不静止的 两个原因 我先讲一讲 第一个原因 我留一个给你讲 第一个原因 他催眠的话就是 他催眠 于是乎他过瘾 于是乎他 彌補他 车子收不到他心目中 未想水平的快乐 是的 这个其他原因 可能你的心目中的原因 就是 你讲 我讲 我讲 香港人是西面 最简单的 没错 你不是 那个港女 整天都觉得司机西面 但他没想到司机 望着到后 你就是西面 公认全世界最西面的地方 我有第三个理由 就是我一直都讲过理由 也是你刚才说 没有人讲过 为什么会服务不好的原因 我是从几年前已经拿过的数据来看 之前投诉的士司机 十几年的数据 你都很大 我当时是想着分析学术研究 就是说为什么Uber 你的招呼这么好 他有周期的 就是西面是有周期的 周期是怎么样 经济越好的时候 你猜是怎么样 经济越好越小 越小 越小就越好 最好的服务 我还记得 我在沙子的时候 我发过的士 去元朗 游望过元朗 那个的士司机 那天中奖 还开了科技 那天赚了一支大旗 叉车 多兴奋 他可能真的失忆 他不记得 他曾经那个年代 什么八折的 派了卡片 下次问我 什么什么 很好招呼 我说一个军院 两个龟的士司机 我有一次 很多年 十几年前 就是坐黄江巴 不是坐巴士 在湾仔下 那一去去到湾仔 很多叉车的士机 我知道那些叉车的士机 他会等那些 因为那时是经济越三 04那些 就在那儿等 因为你一两点 你没什么车 不是两三点的时候 没什么人 很少客人 就在那儿等 我一坐坐上去 在湾仔落成呈车 我又踏下地 跟着她的衣服 很近 跟着她说 他说 他不能踏 那我说 不要紧要 你慢慢踏 他说 不知道踏何时 我说不要紧要 我大把时间 慢慢踏 他说 但是你什么 他说 但是你都在那儿等 没什么地方 我陪你等 到最后他就踏上了 另外一次 那次是很理解的 那就是有一个的士路 撞到 我就去 去见到 就是 在 九龙堂 那站一出 那有很多的士路排队 那有的士路 我做了一个 类似是 那叫做什么 那叫做 那叫做 七便利店 那我就 在便利店那里 就是不排队 就是在便利店那里 那跟着她就 跟着她就 我上车 我说 我上车 我说 我说 我去香港 我去香港 那她说 好啊 那我就去香港 跟着她就在 油站就擠下我 她说 你一天就停 如果不是的话 我收你商情价 就是这样的 就是收你商情价 那我就说 中方就这样 我给你三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 你就是收我十元和海 第二个选择 你叫的士 就是 你叫 你叫 7人过来 第三个选择 我现在立刻下车 我现在下车 不给的士钱 我说 这么大条的士童 在排队 她的技師也没有说明 去香港他当然是去 明白吗 对 但问题是 我这么大的手段 你居然 在那里霸尖 我有理由相信 你是香港的士 如果不是的话 你凭什么霸尖 當然要罵的士路,為何要罵的士? 最近一次我乘的士,剛買了PS4回家,然後上車,當然是去我家附近 我看見你扭兩箱東西,我都知道糟糕了,然後你還說要去你家附近 肯定不塞車,然後不斷跟唐家說,這次很慘 誰知道這麼巧沒有塞,沒有塞之後,下車的時候我先說,現在又是沒有塞 然後說小心你下車,其實我是很體諒的士路,當然我很討厭的士路,很簡單 的士路,人工我不說,因為牽涉太複雜的經濟有問題,人工跟車租沒有關係 因為如果人工高,那他就做的士,人工低我就開小包,全世界都請的士機 真正的重點就是,如果他做的士路,他要找到最高的人工 就是要載一些最有效率的客人,最有效率的客人就會開心 或者最低限度不下車,那邊又不可以推客人,不可以選擇 你這些這麼沒有效率的客人,當然是在西里面之外再玩你 剛才這個故事我們聽過一百次,張五常說什麼,他說跟艾茲人說什麼 是,他給他收費,你不要說那麼多話,馬上收費 價錢就沒有人出聲,全世界都知道為何的士路在西里面 因為未加錢,你試試賣20元給他 西里面就是一個機制,就是好像Uper的機制,就是一個評級機制 等於你在Uper的叫車,你試試加錢,加錢就突然間有很多個車在你身上 好了,現在我還要說,根據這件事,有某些經濟學家就說 那你就引入Uper競爭,你現在不引入Uper競爭,就益了你的的士路 現在就去尋找Rain Seeking 我真的心想,的士路Rain Seeking是沒有罪的,有罪是政府 政府現在的制度,是給你Rain Seeking是Rain Seeking 而且什麼都推到Uper,跟人說150個單程證 解決所有問題,有什麼分別呢? 我們現在就去說,如果沒有Uper的話 Uper當然我們會說,留下一次的節目才說 因為今天不夠時間 如果沒有Uper的話,的士有什麼方法,可以改善他們的服務 現在的士路就提出了意見 市街的士,起標由24元加到30元 新街的士,由20個半加到24個半,如果我沒有記錯 這個就是一個最終的解決方法 但它背後的經濟邏輯也有一點錯 其中有些人支持 我們的士業界,人工不夠人家駕駛其他車的多 於是我們就加錢,加價,加價 於是的士路的收入就會提升 這個也是錯的 它不是因為的士路的收入提高了 然後他們不失眠 你加了價的話 是租車會收回貴一些 是車住會很開心 它為什麼會不失眠呢? 就是因為我們為什麼會支持的原因 就是因為只有一些比較有錢 負擔得起的人 才會去乘搭的士 可能我們給貼士比較輕鬆 即是不會說 那支旗是賺得多些 遊客等 你收回貴一些的時候 它不是不用透過失眠自己去選客 他自然有個價格 是選了一些貴的 幫他選了客 如果加了價 的士路是不是不會到處找到客 他不是要想一些方法 去令到個客 不是因為他心情上面 他是擔心個人不上車 多於擔心你死都看不走 就好像周彥大師那些人 我就是不想你上車 你快點走 是攤不著的 你試一下50元起標 快點 我馬上車去 下車 我要趕下隔 這個就是加價真正的原因 不過 又歸講 我很懷疑 假如香港的士 加到日本的士那麼貴 但香港人會不會都是西面的日本人 你說香港的士 西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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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說 我們為什麼會覺得他西面 他是異人物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他在他開車的過程中 用不同的方式去發洩他不滿 其實當時我不否認 這個世界有很多變態的人 我就是要你失誤 但是一個正常人 你心情好的時候 或者你是很不滿後面的人的時候 你不會搞他 因為你只是搞他 他也會秒回你的 很簡單 我是客人 我當然不喜歡的士司機 因為我有什麼就寧願搭其他交局 就是不想受氣 我是的士司機 我都不想受你的乘客氣 當他發覺他已經再沒有原因 要趕你離開的時候 其實很簡單 這個也是一個顧客篩選 很多人經常說 你有評級機構 評級機制 所以那些的士人就不敢篩你面 反過來說 的士人西客面 都是一種篩選機制 其實都是很無私的一種做法 我今天篩這個西客面 他後來就少乘的士 包括我其他的士行家 去秘密載車這些人 其實這個 都是一種 就是我們說 是一個為行業的貢獻 但不是 現在50元起標 周軒大師 我是不是先上車 他當然是不敢篩你面 不敢篩你面 亦都是對行業有貢獻的 因為我今天篩你面 周軒大師下次不搭另一輛的士 對我的行業也是一個衝擊 所以就是 當然了 為何我們倒米 就是中產最壞的地方 我們有錢了 我們有車的士 但我也是不肯付那麼多錢 我不肯付那麼多錢 所以我寧願忍受你西面 所以那個死胡同就是在這裏 就是香港人 我明白的 這個邏輯就是 你有那麼多的服務 我就會給你那麼多的錢 但這句話 只是冠冕堂皇的說話 他心裏面那句就是 你有那麼多的服務 但我需要付那麼多錢 我當然一元也不會付多 而反過來就是 的士加價 就是用那個價錢 去逼司機去改善他的服務 而香港人永遠都接受不了這 你改善了服務才加價 但其實所有香港人 包括中產人 你就算改善了服務 我都不用你加價 我都不用你加價 這個就是 其實最偽善的地方 好 這一集就到這裏